你输了 你赢了 承让 承让 既然我赢了 那是不是 可以亲一下你的手啊 老天真是劝募你 把所有最美好的东西 都中敬在你身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少爷 今晚和小婉姑娘一起在秦淮河边下棋 可即兴啊 尽兴 刘二说 等有机会 你也跟她手谈一次 那奇异 寇寇 我今天下午过来看你 听吴妈说 有位公子包了你们家小姐 已经包了三天了 这人够有钱的 皇上 您这脚 都起小水泡了 这皇上在宫里头 什么时候走过这么多路啊 只要能跟小婉在一起 再长的路 朕都不觉得累 朕都不觉得累 脚上的泡 又算得了什么呢 大少 慢点 慢点 你笑什么呀 我 不笑 笑 不笑 不笑 笑 不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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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笑啊 是因为 我觉得您的话特别有趣 而且呢 已深刻 你少来 朕知道 你是在孝镇发痴 我哪儿敢啊 不过也奇怪了 朕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朕想 把小婉带回宫 万岁爷 这小婉姑娘 她是汉女呀 我知道啊 可谁让朕就喜欢上了 这个汉女呢 她的聪慧 大方 美丽 重情义 朕身边的女人啊 无疑能比 万岁爷 你可千万别把 董小婉当真哪 万万不能将她 带回京城啊 如果万岁爷 真喜爱这个董小婉 就把她留在 江宁城河了 等皇上 偶下江南的 刘光才 你在朕身边多年 还不了解朕吗 朕 朕告诉你们 朕对董小婉 绝对不是逢场作息 你让朕 把小婉留在江宁 等朕偶尔一顾 你把朕当成什么人 你把董小婉当成什么人了 万岁爷 万岁爷 奴才糊涂 奴才说作话了 关于汉女进宫之事 宫中和太后娘娘 有着严格的规定 那块弓箭铁牌 万岁爷 难道你忘了吗 朕告诉你 你少用那块铁牌威胁朕 朕不吃那一套 朕是谁 朕是大清的皇帝 这点你忘了 朕 万岁爷 奴才冒犯了主子 奴才罪该反死啊 万岁爷 奴才实在是不想看到 万岁爷 和太后娘娘 发生难以收拾的冲突啊 万岁爷在出行的时候 太后娘娘 你再叮嘱皇上啊 啊 万岁爷 黑的兄弟 你觉得这个顺智小儿 像不像马上 有离开人来客战的样子 总舵主 树下怕被发现 没敢读观察 不过 刘公公已经去过总督府了 向来两强总督 很快就会去接他的皇上进府 总督主 要动手就得快 趁这个皇帝小儿 还没有住进总督府里面 我和李堂主带上一帮兄弟 冲进客栈 把他给杀了 宋传 抓活的 如果咱们活住了顺志 就可以跟蜻蜓做笔大买卖 谢万岁爷 刘光彩 朕知道你是为了朕华 朕也不想跟皇后娘发生冲突 朕也没想过 要带一个汉女回国 可谁想到朕就喜欢上小婉了 就爱上小婉了呢 唯一